其实我不穿内衣好多年了 其实我是不穿传统内衣好多年了 那我一般会有什么样的内衣来解放我的束缚感呢 首先第一个 我身上穿的带胸垫的一个吊带 这种吊带特别好的就是 在我平常穿衬衫 穿各种各样的外搭会比较多 这个时候呢 我就喜欢用各种各样的吊带搭配我的白套 那如果是一些没有胸垫的吊带呢 我就会用这样子的一个胸贴 它是有一点点厚足 不会让你看起来有那种突起来的痕迹 还有另外一种 像这样子一个没有钢圈的平行设计的 无肩带内衣 它的这个肩带可以脱线 非常非常的软 只要买到适合自己的尺寸 走路啊 我们想知道它其实不会掉下来 比较隐形 比较敏感 平行的设计 它不会像三分之二的 或者这样三角形的设计 让你没有办法去搭配有一些的连衣裙 还有我自己穿的非常勤快的 遇到内衣 正常你把它穿在你的一些T恤的里面 或者是一些大脸子 连衣裙里面多打底 这样子的设计啊 把它可能综合掉连衣裙里面 太过于女性的缘作 让它变得更加的有线条 更加的有轮廓感 还有一点 我会爱上运动内衣的一个原因 就是提起内衣来说 我会愿意把我自己的身体 去练得漂亮的一点 这样子穿运动内衣 穿起来就是什么 然后另外一种的话 就是带胸带的 这样子的背心式的运动内衣 它的角色就是 又是我的内衣 又是我的运动 这样就还挺方便的 最后一种这样子的 像这种内衣的话 我个人觉得 它是比较偏向于法式内衣 薄薄的一层布 这种款式的内衣 我会更加喜欢用它来 当我宽搭里面的内搭来穿 这种内衣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地方就是 它没有任何的去显胸的功能 效果就其实跟胸贴差不多 那这些内衣的种类 是我穿下来完全无束缚 非常的解放我的身心 所以我觉得好像我这几年 随着我的年纪越来越大 身体和心灵上的一个舒适感 某种程度上要比 看上去好看来得更加重要 今天这期的分享 希望对大家还有点帮助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